女人轻轻地撩动了自己的秀发 然后又跟着抛了个媚眼 面前的两个男人马上就明白了意思 放下手里的工作就来到了女人的面前 而女人也顺理成章地将手放在了男人的肩上 就这样女人被男人抱起来带进了屋里 做起了一些少儿不移的事情 女人名叫严如玉 她本是上海的一位三线小明星 由于突发战乱只能前往香港避难 可在途中却遇到了商业巨子段少小 身无分文的两人结拜而行 但由于路途太长两人都以精疲力尽 为了填饱肚子少祥去向别人讨口似的 可没想却遭到了一阵嘲讽 先把辣椒吃了就有饭吃了 见到垂头丧气的段少祥 严如意缓缓地站起身来 随后便来到了男人的旁边 不久他就带着几个烧饼回来了 还把靠卖身得到的烧饼分给了段少祥 看着手上的烧饼段少祥敢砍万千 曾经的他是叱咋风云的商业巨子 可如今却只能吃女人出卖身体换来的食物冲击 看着段少祥沉默不语 段少祥是放不下他那可怜的自尊心 于是便上前安慰了几句 就这样 这两个孤单前行的人成为了好朋友 这天他们在前行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 两人好不容易拦下一辆汽车 可当车上的人看到严如玉脸上的红疹时 却以为他得了什么传染病 于是果断地将他推到了车下 看着越走越远的汽车 段少祥不知该如何处理 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严如玉 独自登上了汽车 看着越行越远的汽车 严如玉知道自己已经被彻底抛弃 可就在这时 段少祥模糊的身影却又再次出现 在少祥的照顾下 严如玉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脸上的红疹也已消失不见 二人也终于历经万苦来到了香港 段少祥邀请严如玉和自己一同去叔叔家里 可从小自力更生的严如玉却果断拒绝了他的邀请 因为他还有自己的愿望要去实现 看着同样身怀抱负的严如玉 两人决定就在此分道扬镳 并许下诺言成功后再次相见